欸 寒流來勒 10度以下 冷死了 車子 太硬了吧 很硬 太硬了 冷不冷啊 真的不能 太冷了 太冷了 車子太冷了 搞什麼飛機啊 這麼冷 還要出來外面 來出外景 嚇死人了 大家好 我是雞哥 哎呀 真的 天氣冷到爆了對不對 寒流來洗呢 怎麼辦 最棒的事情就只有一個叫做 泡湯 泡溫泉啊 是的 就是今天雞哥要跟各位來介紹的 就是 如果你要來 你除了 你還可以坐公車來 只要你 到新店的這一個捷運站 然後轉搭新店客運的849號公車 就可以來享受 烏來的泡湯喔 現在就讓雞哥帶著你一起來到 烏來 來到烏來明湯了 是的 如果你是搭公車來的話 記得到了烏來總站之後呢 就趕快打電話到烏來明湯 請他們派接駁車去接你喔 今天呢 就要帶大家去享受 湯屋泡湯的樂趣 走 已經到了湯屋 今天呢是室外的湯屋 很厲害喔 我的房號是515 不是207喔 這裡呢 這裡呢就是烏來明湯的戶外湯屋 看到嗎 看到外面穿過去就是非常棒的山景喔 一般會來泡湯屋呢 是哪一些族群呢 有家庭一起來的 有夫妻還有呢 閨蜜還有呢 哥兒們 還有一種就是情侶 那通常呢 很開心的泡湯 泡得舒舒服服呢 他就瀟灑的走了 但是呢 他遺留在湯屋裡面 很多東西都忘了帶走 一般人來湯屋 遺留在這邊沒有帶走的東西 有哪一些呢 看到沒有 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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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鏡 第三個 戒指 第四個 手錶 第二個 行動電話 這個比例很高喔 戒指 很多人都會打電話回來說 拜託幫我找找看 我的戒指就在湯屋裡面 情侶來泡湯 最容易掉什麼呢 根據內獎的調查 有三樣東西呢 是最容易掉在這邊的 你要不要猜猜看 馬上告訴你 第一樣就是 保險套 保險套 你為什麼會把保險套 放在這裡沒有帶走呢 用完了 丟在垃圾桶 沒用完了 請你也帶走好嗎 第二個是什麼呢 看一下 第二名是 內衣褲 不會吧 這位先生 這位小姐 你泡完湯 你就走了 內褲就放在這裡 內衣就丟在這裡 你光著屁股 就離開它嗎 你也太尷尬了吧 厲害了 第三名是 按摩 棒 這個東西 你放在這裡 你知道有危險性嗎 它是電耶 萬一掉到池子裡面 電到人怎麼辦 這個東西 請你要記得太醜 看完了嗎 是的 泡湯就是這麼的開心 看完之後不要忘記 趕快按讚 訂閱 以及分享 還有開啟你的小鈴鐺 是的 極哥要再回頭泡第二次囉 下次見 拜拜